真硬生浪,冲天的中国欲林立之狗肉节如期开跑 数以万计人类好朋友曾遭血淋淋宰杀 引发的抗议已经超出了国界 相比往年都是中国爱狗人士的投入救援 如今美国加利福尼亚保护动物组织挺身而出 自掏腰包将上千只狗救出屠宰场 然而最叫人心寒的是 连怀孕的母狗都难逃屠刀的宰杀 也看着眼前犹如人间炼狱的景象 尽管力不从心 非政府组织团体只能救一只是一只 并且尽量避免更多狗成为欲林人的盘中餐 中国民间谚语冬至余生夏至狗 一般认为夏至这一天同时进食狗肉及荔枝 不容易热火攻心 也就促成这风俗习惯及口腹之欲 摊贩大肆猎捕接到狗只将它们活活泼皮 热水烫死 看在爱狗人士眼里简直是极度难以忍受 跨扬前来欲林拯救狗只 下至当天吃狗肉配荔枝是广西玉林传统风俗 过往狗犯会直接公开屠杀和烧烤狗儿 一条狗市价是几百块人民币 不过随着媒体广泛关注 当街屠狗的现象已不复见 在媒体关注之下 风口浪尖的餐馆决定遮盖招牌上的狗肉两字 不过里头依然作无虚席 可见舆论声浪还是抵不过传统民俗 除了中国民间筹集一千一百一十万联署签名 上书北京要求干预狗肉节 纽约爱狗人士也邀请好莱坞明星拍摄影片 希望让这个夏天能够少一点枉死的狗儿 谢谢大家